一百二十五明報 促減希債德期硬希臘保障 政府運一千零二十五億加稅削資措施 2015年7月10日國際A24主篇推介希臘大限死線林近 各方爭取最後努力速妥協 徐家緊向希臘施額外 呼籲債權人削債的聲音越日漸高漲 美國裁長極克勞及IMF總裁和德軍開康速削債 不過 德國態度仍然強硬 總理默克及裁長索伊布勒軍拒絕削債建議 希臘政府在週四五夜 本港時間今晨六時 死線界滿前港準備緊縮方案 以換取第三筆貸款援助 希臘保障Kathemarine 作披露 希臘政府改革方案涉及120億歐元 約1025億港元 的加稅及削資等措施 金額高於此前的80億歐元 約683億港元 改革方案 理由是希臘經過兩週資本管制後經濟請更差 該報引述消息指出 希臘政府建議加稅 將企業稅由26%增至28% 奢侈品增值稅由10%增至13% 食品 餐廳 運輸及部分私營醫療服務由增值稅由13%增至23% 酒店增值稅由6.5%增至13% 由於旅遊業是希臘經濟重要部分 債權人一直要求希臘經將酒店及餐廳的增值稅調高至最高稅率23% 撥光的方案顯示希臘政府雖然作出妥協 又未完全屈服於債權人要求 債權人另一要求是取消離島享有的30%稅無優惠 但消息稱此方案仍然保留 方案府撥光已引起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所述黨內極左勢力不滿 建令稿 媒體稱發作雅典賺緊縮方案另一邊商 歐盟領袖在督促希臘交出 切實可行方案時 逆促考慮削債 法國費加羅布作稱 法國派出十名公務員付雅典協助制定緊縮方案 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 作開康 促希臘的債權人 須考慮希臘債務水平是否可持續 美國財長極克盧及 總裁拉加德週三分別稱 希臘明顯需要債務重組 暗示德國不應反對削債 拉加德警告 希臘正處於水深火熱 必須認真及迅速處理 希臘要走出危機除了需要希臘政府改革外 亦需要債務重組 美國近日加緊縮歐盟跟希臘雙方及組妥協達成協議 傑克盧州三警告希臘崩潰或令全球經濟損失數以十億計損失 他稱希臘需要給予歐洲信心能夠滿足改革承諾 亦呼籲歐洲債權人重組希臘債務 默克爾 對希臘長從沒改變正在訪問波斯尼亞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態度強硬 重新不會考慮削債 他稱2012年已處理過債務可持續性問題 當時已寬限了希臘的還款期 我說過不接受標準削債 這立場昨天和今天也沒有改變 一直強調要加強歐元區財政紀律的德國財長索伊布拉 Wolfgang Schauble作回應吉克盧呼籲時 再次否定削減希臘債務的可能 他承認有關希臘債務可持續性的分析是對的 但強調根據歐盟規則 削債並不可能 他笑言 我近日向吉克盧提出 若美國願意讓希臘加入美元貨幣聯盟 我們可以讓波多黎克加入歐元區 他認為這是開玩笑 波多黎克是美國海外的自治領地 政府宣布無力償還高達720億美元的債務 美國聯儲局較早前排除提供財務紓困方案的可能 希臘目前債務高達約3200億歐元 德財長 原希臘換波多黎克路透社 作引述歐盟官員消息稱 無論希臘最終獲得援助與否 希臘一些大銀行可能最終也要倒閉或被收購 一名官員稱 希臘現時四大銀行可能最終只剩下兩間 另外 IMF作條低2015全球經濟增長預測至3.3% 可視 IMF稱希臘對全球經濟衝擊狠味 金融時報CNBC 路透社 最終協調整 近點 1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